你可能说投影呢怎么理解 投影的话它是属于素描的范畴 有体积有光产生了明暗产生了投影 你只要是理解了它的体积 那么你再去画它的明暗和投影的话就不成问题 就是说它是素描范畴的内容 你看女性人体啊它没有那么多棱角 它就比较圆润 破度的话呢比较自然 但是呢该有的结构和特征啊 它也有 只是那些结构就比较弱 这个地方呢就是恰几的位置 大概是恰几的位置 这里呢就是恰几前面的这个平面 恰几前面这个平面呢 它不太容易堆积脂肪 所以说这个位置还略平 然后度的这个地方略弧 它的横断线呢是这样子 然后女性的腹部中间这里呢是隆起来的 隆起来的这个造型的两侧呢 还有往下凹的这个形状 就是这个起伏变化 以肚脐为中心 周围有一圈隆起来 这圈隆起来的形状呢 比较类似于甜甜圈 这块叫附龙突 刚才咱们说啊 阴影呢它属于素描的范图啊 只要是你对形体结构呢有理解 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到 它的几个大的朝向面 把亮面归纳出来 把暗面归纳出来 暗面一给 现在阴影就对了 就给对了 这个是一种体积的理解和块面的归纳 看来人体课应该和素描课同时开 因为素描这个基础呢 还是非常的关键和有必要的 那我在归纳这个头的形体的时候 我就是先给上一些调子 完全没有太关注和在意里面的细节变化 这个时候就是看着大的形体 就像做雕塑的时候 弃它的大形 稍微一抹 这个头的体感就出来了 就很有这个体积的感觉 因为我本身是学雕塑出身的嘛 所以对于这个形和体积就比较敏感 然后呢 如果有条件的话 也建议大家有机会去做一做雕塑 那你做雕塑 你捏泥人的时候 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体积 它的空间 和表面的造型的起伏变化 这个也很有帮助 所以理解形体结构很有帮助 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 就给学生买一些油泥 然后呢 也偶尔抽出一些时间 来带着学生去做一些雕塑 比如捏一些头骨啊 捏一些人的头像啊 还在做完这个雕塑之后呢 这就对于形和体积的理解呢 就会更加的立体一些 就能够更加注意 纸面这种二维平面上的空间 远近的纵深 这也是挺有用的 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 可以试一下